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何欣汉,佛仁大学日文系的何欣汉 今天这个单元要跟各位同学提到的是日语文法 一,名词,括号二,数量词,二,量词和数量词 今天我们要将名词里面的数量词做一个结束 数量词基本上它是数词加量词 数词我们上一次有提到是体验的一种 在这里我们把它当成名词来看 以数字来表示数量或者是顺序 量词属于接词,也就是接头词或接尾词 这个在上一次我们有提到 是要用这个词,而不是史拉平词的言字旁的词 来表示数量或者是顺序的单位 数词一到十有两个系列的读音 一个是训读,一个是音读 这个在上一次我们有提到 然后十一以上 那只能有音读的念法 它就没有训读的念法了 这上一次我们也有提到 还有二十到九万的念法 它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三是要连左音的 三百 那不念成百在这个时候 四的话呢通常念成用 但四十呢可以念成西也可以念成用 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个表格我们尽量把它整理出一些规则的变化出来 可是因为日文的数字常用 太常用了 所以有很多的例外 那我们尽量把它整理出来了 同学在这个地方需要停下脚步 慢慢的来习惯它 熟练它 免得犯了一些错误 好,这里我们看一下六 三的话呢容易后面连左音 六八 这两个呢容易变初音 再加半左音 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上一次我们也有提到过 但是六间呢又有一个例外 所以会有点麻烦 但是只要记下来 以后就都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早记 算是早算到 那小火老师已经在这里 尽量把它完整的整理出来了 希望同学可以详加记送 好 那十百千万等的念法 这上一次我们也有提到 日文的话呢 中文我们会讲多少钱 十块钱 一百块钱 一千块钱 一万块钱 但是十块钱的时候 一是省月掉的 通常我们这里是不讲的 但是讲日元的时候呢 いくらですか 十円です 百円です 千円です 到千 一千日元 他的一全部都省月掉 然后到万他才讲出来 但是不是万以上都是这样子呢 其实并不然 他十万又不讲一了 百万又不讲了 但一千万又要讲了 那这样的一个区别呢 其实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已经提到过了 如果不熟的同学 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 而且有一个小例外 打三角形的地方 可以讲 他不算违背文法 可是一般不用 好 我们再重复一次 数量词呢 其实数词加量词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数词是体验的一种 量词属于接词 这三次我们提到过了 因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 放在量词的说明上面 好 接下来我们看量词 那属于接头词或接尾词 算是接词的一种 比如说 我们讲 GOSATS 哦 这个地方 打红色的地方 就是量词 这里我们也用红色来做表示 还有呢 这一个 书买 十章 五册 它有五本书的意思 然后呢 或笔记本 然后 书买 这个买 相当于我们中文的章 它是薄或扁平的东西的量词 那册的话 应该就没有问题 当然书本类的东西 或笔记本 这表示 这个 名词的单位 好 这个我们就要量词 还有 三番目 第几番目 就是第几的意思 第三 那它这个 日文另外还有一个 D 它可以放在前面 DAI NI 也是一样 这表示顺序 我们刚刚这边是表示数量 有五本书 五册 比如说 然后有十章 比如说明信片等等东西 这表示数量有这么多 但是接下来 这是表顺序 比如说这是第三 或者是 这是第二的意思 然后 一 照 它是接头词或接尾词 接尾词的话 就放在后面 像这个番目 或者是这个侧 还有这个美 这算是接尾词 然后 有些是接头词 接头词的话 像 第二的D 这接在 名词前面 所以我们叫做 接头词 这表顺序 好 我们提一些例子 来说明一下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中文的量词 我们拿 支 来做例子 木字旁的支 量词基本上会依名词 所寄出的事物而有所不同 比如说我们猜一下 我们下一步的 从编国语词典修订版 这在网络就可以查得到 非常好用的一部网络词典 而且是我们中华民国教育部主编的 可信度算比较高的 而且一直都在修订之中 那这里我们看到 支 这个词 那它有一个量词的用法在这边 同学请看一下 它的说明是计算细长物体的单位 那这中文我们叫做量词 其实量词呢 在日文我们叫做柱数词 柱是柱词的柱 帮柱的柱 我在这里写一下好了 柱 然后数是数量的数 这个在中文我们一般叫量词 所以呢 我们就以量词来称呼它 柱数词 滑鼠不好写 我们该买一只绘图笔吧 没关系 大家忍耐一下 这叫做柱数词 这是日文的文法上面的专门用语 好中文我们叫量词 再重复一下这个枝 然后计算细长物体单位 比如说一只花 但我们这里知道是它是有 连着那个金蛋的哦 不是一朵花的朵而已 不是只有花而已哦 山枝毛笔 哎这是细长的东西 好另外我们再提出来做说明的例子 是中文的条 一样量词一所计数的事物而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看一下条 然后在这里它有量词的用法 计算条状物的单位 其实也是计算细长物体的单位啦 只是这里有点跑进入哦 因为你是条了还要计算条状物 那以字来解释字的话 其实就不算是高明的字典会做的 就是说那个作法哦 那这边其实可以的话 就是稍微的调整一下会比较好 就不要以同一个字来解释 原来的字 同样的词来解释 原来的词 好这个我们先不管了哈 就是计算细长物品或条状物的单位 如一条鱼两条线三条香烟五条裙子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另外有第二个用法是计算文书分项的单位 如明法共有1225条 那我们要这里要提出来做比较是一的用法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中文的知和条 那以中文的量词 日文所谓的著述词 知和条为例子 那我把它整理在这个地方 知 计算细长物体的单位 刚刚所讲的一只花 三只毛笔 毛笔 条 计算条状物的单位 其实也是细长物体哦 那比如说一条鱼细长嘛 对不对 两条线也是细长对不对 三条香烟 这也是细长东西哦 五条裙子 OK 那这里我们重点是在一 二就先不管它了 因为知名有类似的用法 那这里要讲的就是说 中文的量词有时候会有点麻烦 如果同学只看这样的解释 能不能够分辨出来 知和条的区别在哪里 他们的共通的地方 都是计算细长物体的单位 那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会讲一条河对不对 但是不能讲一只河 为什么呢 我们会讲三只铅笔 或三只毛笔 但不能讲一条毛笔 诶 区别在哪边 同学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那 大家都是以中文为母语的人 我们知道怎么用 知其然 但是 我们缺的就是 知其 所以然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变成是 学术专长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知道哪里不一样 但是能不能够精确的讲出来 这里老师给一个提示 好 知和条的区别在能否弯曲 是的 条的话是可以弯曲的 会柔软的 比如说我们讲一条河 鱼是可以弯曲的 它不是相硬的 那三只毛笔的枝 为什么毛笔不能用条呢 因为它是硬的东西 那个笔管是硬的 两条线也是一样 线是可以弯曲的 但我们也可以画直线 在基本上 逻辑上面普通 它是可以弯曲 三条香烟 香烟可以 它是软的嘛 我叫君子软的嘛 可以弯曲 所以其实基本的区别 他们都算是西汤物体的单位 但是呢 条 是可以弯曲的 我们用条 我们讲一条马路 但不会讲一只马路 哇 吓死人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日语常用的量词呢 那在这里我大概举出十个左右 请同学看一下 一回两回计算行为动作 事物次数或频率的单位 这跟我们中文相近 其实差不多一样 比如说实验 做一次的实验 我们中文会用次 没有错 但是我们当然用回开 或是一次的试过 自己 接 计算建筑物楼层的单位 比如说三階 三階的意思就是三楼 会租三楼 那就是顶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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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住家还有房屋的单位 我们用这一个 日文的话会用这个来 这个量词 测 我们刚刚讲过计算书籍等等的这种单位 比如说书 本 笹记本 小说 我们用沙子 竹 计算双竹所穿成对物比的单位 比如说襪子 它就用足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日文的isoku是一双的意思 而不是一只袜子 它是一双 那同理可证 它如果写nisoku的话 是两双的意思 也就是说四个袜子 那这里我有特别写出来 就不要受到我们汉字的影响 错认为一只或两只袜子 我再讲一次 日文的isoku是一双 日文的nisoku是两双的意思 这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要配对的 但我们容易会误解 因为汉字的关系 它产生了语言的干扰 特别在除了语音之外 因为我们受到汉字的影响 那有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还有其他的常用量词 我们再多加几个 袋 那一台电脑 一台车子 巴士 电视 电视 カメラ 这都可以用戴 就是计算机器 电子设备或车量等的单位 着 着 相当于我们中文的件 因为它是计算衣服的单位 比如说 幼服 或者是 冬天所穿的服装 那 它写一桌的话呢 一着 就一件衣服 杯 这应该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中文也是这样的 一杯咖啡 一杯啤酒 啤酒 咖啡 一杯水 水 一杯 你海 两杯的话 好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的 蜜蜜 它是计算鸟 兽 鱼 昆虫等 动物的单位 这个都可以用吗 比如说 Neko 是的 日文会讲 一匹猫 一匹 或者是 两匹 我们中文不会这么用 没有办法 因为 这是日文 然后 它会随着 名词 而有所不同 那 犬 是的 他们也是用 引き 不大 猪 是啊 哎呀 接下来 可能 同学越觉得越夸张 魚 皮 蛇 也是啊 马 哦 我不是在讲某人 是的 它是用 引き 用皮 那不一样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 哄 那哄的话 除了原来的书之外呢 它另外有个诸书词的用法 也就是量词的用法 就是计算 绳 或磅状之常形物体的单位 比如说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卖 几枚 计算 纸 板 或盘子 等扁平物体的单位 那 日文是用 卖 像当我们中文的张 一张纸 两张纸 一张照片 下信 纸 对不对 还有 虾子 啊 虾子要特别注意一下 T恤 T恤的话呢 因为它是算是扁平物体 感觉上 然后 绘画 沙拉 盘子 好 这个门呢 还有叶子都是哦 这个都用 买 所以呢 普通一张 我们叫一金买 两张 你买 好 我再重复一下 量词呢 会依照所计数的事物 而有所不同 有所变化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三支毛笔记的吧 我们用支 那我们看一下 毛笔的解释 在我们的 这一部重编 国语词连修订本里面 是的毛笔 好 然后它只有这样的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提出来 其实 比较好的字典 它会在名词 的解释 这个地方呢 会加它的量词 可以用的量词是什么 比如说日文的字典 我们也查一下 相同的这个名词 毛笔 毛一字 那 在 天生人与 青春那一篇文章 我有提到过的 小型的日本词典 叫 新明姐国语词典 是他们三神堂所出的 已经出到第七版 它的解释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iPhone 6加 上面的APP 那也就是这一本 新明姐国语词典 的电脑软体 毛一字 念平板 这一本字典好的地方 是它都给你 accent 毛一字 然后也给你解释了 还给你例句 然后还有它的相对应的 这个名词是什么 好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数え方 数える是数数目的数 怎样子来计算 怎样子来数 没有错 这里所讲的就是它的量词 就是日文的助数词 它一般毛笔是用这个量词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过吗 是用这个量词 一本 然后呢 后面 前面列的是最常用 后面呢 它还有 一看 也可以讲 这个都可以讲 因为这本字典是从实际的日文使用例子 采集收编而来 那前面的话 基本上我建议同学用这个 一本 就一只毛笔的意思 那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名词呢 它的量词 不只有一种 比如说毛笔 在这里我们就有本 管 经 还有税 总共有四种 基本上它 可能不只有一种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种 但常用的 最常用的是在这里 就是用这个量词 一本 就一只毛笔的意思 好 中文的鱼 我们找一下鱼这个单字 那在这里 很可惜 一样 它没有把量词给列出来 那我们再比较一下 日文的鱼 然后一样 这一本词典 心理解国语词典 那前面的 我已经把它给删掉 因为 无法收入进来 好 这是魚 鱼 那这里我们就不看了 这里它鱼呢 其实日文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写汉字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 无欧 的意思 就是那个鱼 那另外是 窑 就是小菜 就是喝酒时候的那种小菜 那这里我们 先振 第二的用法 那这里的话 它会说得很清楚 数字 它怎样来数数目 咦 我们学校的钟响了 现在是10点10分 晚上进修部的同学下课了 请小心回家 好 就是说第一个用法呢 才会有量词 没有错了 那常用的是 一级 一维 然后呢 这里 刚刚所提到的 一笔记 没有错 这两个最常用 然后可以用 也可以用 一 蹦 还有可以用 一 因为有的是比较扁平的 那最常用的是这两个 好 那我们整个把它整理出来 再做比较一下 中文的量词 跟以知和调为例 那知的话 吸藏物体的单位 对不对 计算吸藏物体的单位 调呢 其实也是计算吸藏物体的单位 那比如说 知的话 我们可以讲三只毛笔 调的话 我们讲一条鱼 那它的区别在能否弯曲 是否柔软 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过 这中文的问题 日文呢 我们以这一个量词来当例子 轰 轰的 我们刚刚在日文的常用量词里面 我们有做说明是绳状或棒状 之常形物体的单位 为什么会这么写呢 棒状的话就是细常物体 但是它是硬的 绳状 它是可以弯曲的 是软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讲一条河 日文可以用一本 革 鑼 鑼 鑼 也可以 一条绳子 然后呢 它可以用在笔 pen 哇 这不得了了 这个我们只能用枝啊 对不对 毛笔 但是呢 相同的东西 它可以用pen 树木呢 也可以用 它是硬的 也可以用 煮 不是我们讲三条香烟吗 当然可以用 比鲼 它也可以用 所以这个 为什么我会再要做这样的比较 它跟中文 我们无法 有时候是无法一对一的量词 来做理解 只能够 我们中文的量词 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然后不知道日文 这一个名词的量词 是什么的 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去看 查日文的 名词解释 好的字典 像这一本 老师介绍的字典 就会告诉你 它的 是什么 它都尽量写出来的 所以呢 常用的名词 可以记多少 算多少 然后常用的 这个量词 刚刚老师也整理了 大概十个左右 出来给同学用了 那 其余你遇到的时候 不确定 那就 就无法用 我们刚刚介绍的 那样的计算的单位的解释 来理解 来判断的时候 你就查字典 查这一本字典 它都会告诉你 量词是什么 常用的是什么 好 我们往下看 那 数量词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有讲过 数字加上量词 那 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称之为 数量词 其实很简单 我尽量把它弄简单 我不要那么难 因为 我没有要让 各位同学 称为文法专家 所以尽量 我把它简单化了 比如说 数字的一 再加我们的 刚刚所讲的量词 一本 然后呢 刚刚所讲的 p 然后加量词 三本 然后刚刚讲的 这个数字 再加量词 第几个意思 一本 好 这里我先 先 讲一下 它有一些规则 那这个规则 也是我尽量把它整理出来 其实 这个数量词 在 使用的时候 因为 在日常绘画里面 常用 非常常用 所以呢 它又产生一些规则 可是又产生了 不少的例外 我已经尽量把它整理出来 同学看到 算你 算到 不会骗你 相信我 因为我叫小和 数字加上 某些量子的时候 会产生音变 哎呀 常用的只有两种 一个是触音变 一个是着音变 那我们看一下 数字 一 六 八 十 容易产生 触音变 等一下我会给同学例子 不用紧张 只是现在规则先 告诉你一下 放在心里面 数字三 还有 一文代名词的 几本书 那个 几 日文是 难 容易产生 触音变 这里所讲的容易啊 就是 它不是 一定就会 只是 比较多的状况 是 变成那个样子的意思 另外还有 识的念法 要注意 它会缩音 就会变成 然后 变加出音 比如说 那我们刚刚讲的 量子这个宣 家屋的单位 变成 是 然后呢 十本书 十册的话 是 当然 这个也可以 念成 它缩音 不要说那么多 那把 那个 熬音 还留下来 变成 是这样子 OK哦 也有人这么念哦 然后 实测 也是一样 缩音 不要说那么多 然后变成 就是 沙 字 念平板 也是可以 但是一般 以前者 发音 为 准 主要 为主 应该改成是 这个字 为主 也就是说 念成 这个的比较多 这个的比较多 比较多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 数字的四 一般念成用 而不念成另外一个可以的发音 就是 九呢 只能一般念Q 而不念哭 因为它会联想到了 因为它会联想到了 那个苦啊 生 离死别 人间的苦啊 所以呢 会逼开 好 这个是规则 这样看下来可能会有听没有懂 没关系 我们直接看例子 好 例子是这个样子 我把它放大好了 不然在画面上面 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小啊 整个我把它放大上面 汉子我去掉 OK 放大 是这个样子 我们刚刚讲 会产生拙音变的是三 这个地方 还有 几本书的这个和 难 通常在这里 是念成难的 它会产生拙音变 我们看到拙音在这里 我用蓝色来表记 比如说三楼 它就是 这样子来念 三概 那这里会产生拙音变 小心 还有呢 三间房屋 我们念成 这个三眼 但并不是全部都这样子 因为它只是容易 所以呢 三本书 它就不产生拙音变 变成是三杀子 然后三双 比如说袜子的话 它又会产生拙音变 那这个组可以来 表示袜子或者鞋子的 单位 的这样一个量词 所以三双鞋子 我们叫散肉 又产生拙音变 但呢 原来这个就有拙音了 所以呢 就不用再连拙音了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三件衣服 它这个就不产生拙音变 也就是说 有产生拙音变的 我都用蓝色来表记 同学请注意一下 那三件衣服 我们叫散脚 三杯水 三杯咖啡 产生拙音变 因为它原来的念法 杯是嗨 所以产生拙音变是三百 三匹 鱼 或是猫 猪 马 那产生拙音变 三杯咖啡 接下来的 哄 气场的东西 那不管硬跟软 这只有 就产生拙音变 三宝 但三张 那个 这个是没有拙音的 马是没有拙音 这里稍微看不到 但应该还可以 这是马 然后另外 这边也是一样 几本 那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几次 难改 它不产生 所以产生的话 我用男士来表迹 所以要注意 几间房子呢 我们 这个的话 就是难言 这个要注意 它是产生拙音变 但是几本书 它没有 好 然后呢 几双袜子 或几双鞋子 有啊 难作 好 这边我就不一再 重复了 自己 同学自己可以看 它会不会相对应的 没有 比如说 三楼 它念成 难改 是产生加拙音变 但是几楼 它就没有 它是难改 另外 要请同学注意的地方是 几回几次 还有几楼 它的日文念法都是开 不一样的地方是 三楼 它会产生拙音变 但是三次 三回 它不产生拙音变 这算是 比较高级的一个地方 所以高级是一般人会弄错的地方 因为都是开啊 但一个要加拙音变 一个不用变 然后三次 这个念法是三开 要注意 请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我特别用紫色来做标识 那整整个这个标歌啊 我整理出来只有这个是紫色 所以还好就这一个错误 然后三楼是三开 然后三楼是三开 好 这是 左应变 接下来要提到的是 1 就产生出音变 6 8 10 这四个数字 容易接出音变 那这里的话 一回 它就会变成是出音变 1 开 它是出音哦 就是小一半哦 它不是那么大哦 那同学注意一下 因为在这里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哦 不能念成一字是一开 然后呢 一间房子 一根 一本书 一沙子 然后呢 一双血 一足 带的话就不用产生了 然后这个着空一样 然后害呢 原来念害 也是一样 念成出音变 一百 一杯 然后 一辈 原来是一辈 也是一样出音变 然后呢 还要变成半卓音 这个 也是一样 变半卓音 这个要小心 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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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出音变 然后变成半卓音 也就是说 哈喊的哈 哈 一 呼 回 吼 这三个音呢 会变成半卓音 就加圆圈的 要小心 所以呢 这个是一本 好 六也是一样 六回 我们就念成 六开 然后六楼也是一样 六开 然后呢 六间房子 我们用念成 六开 然后这里呢 sats就是不用变了 所以真是 有点麻烦 rokusatsu 然后呢 六双 它也不用变了 rokusoku 哎呀 没办法 老师也尽量 把正确的都整理出来 这个就是 它有的变 有的不变 所以我 说的是 是容易变成 初音变 那代当然不用 然后呢 六件衣服 rokusoku 一样 不用变 然后接下来 这个都要变 而且是半卓音 比如说六杯 rok bai 有p rok piki 然后呢 西二场的东西 用这个hon 所以是 rok bong 好 八也是一样八回 我们就念成 hakkai 八楼 一样 hakkai 哦 对不起 这个念平板 八楼的话是 hakkai 然后呢 几间房子一样 初音变 那我就不再念 那这次都接初音的啦 然后这个呢 一样变初音变 哦 jakku 变初音变 hakkai 这个不好记 十呢 刚刚有讲过 大部分 缩音缩到最后只念一个ji 然后只要接初音 然后才接kai 所以十回十次变成是 zikkai 十楼 一样 也是 只是他这个楼啊 一般是念平板 zikkai 然后 时间方式 一样 zikken 然后呢 十本书 一样 ziksatsu 好呢 十双鞋子 ziksoku 十件衣服 一样 初音变 zik 加ku 十杯 咖 非 一次喝太多 不好 zik 百 一样 初音变 然后呢 半左音 就不再重复了 六p 对不对 十p zik piki 然后用ben 这个量子的话呢 喜而成的东西 不管软硬 可不可以弯曲 一样多用 zik pong 以上 这个图 不好记 但是 老师尽量把正确的都整理出来了 你能够记多少 先记多少 以后遇到 慢慢会熟练 如果考这个图表 会有点残忍 但是 尽量整理出来了 同学可以参考 还有 惯用念法 我们在讲人的时候 有特别的念法 这要特别注意一下 哪里是惯用念法呢 我们看 是的 一般我们在 数量子的时候 都用汉字的 这个音读的系列的读音 但是在讲人的时候 一个人 两个人 我们会用 训读式的 因为这是习惯 那习惯还好就讲一到十个人的时候 他习惯是这样 还有几个人的时候 习惯是这样 我们就把它记下来 所以一个人的念法是 一人 两个人是 二人 三个人就原来的 这个 英读式系列的数字念法 再接人的念法 是 宁 所以呢 三个人是 三宁 四个人呢 注意到 他是要发这个 忧的音 不能发成 用 也不能发成 吸 哎呀 这个念出来就变成是 死人了 所以要避开 误解 所以只能够这样子来念 因为它是惯用法 有宁 五个人呢 五宁 六个人呢 接下来 六人 七个人 两个念法都可以 十几人 或者是 七人 都可以 八个人呢 八人 九个人 他习惯念成 Q 那其他的数量词 也是一样的 念成Q Q你 十个人呢 十个人 何人 所以在 那 何人 好 以上是 数量词 我们把量词 还有数量词 都讲完了 在这里 日语名词里面的 数量词 我们做一个结束 晚安 祝你好运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我是小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